YO 欢迎来到NZO的视频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这双历刃4的实战测评 大概率这也应该是目前关于这双鞋 大家能看到的最详细的测评 所以在测评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或者关注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更新 老观众也可以先长按点赞支持一波 顺便透露一下吧 这双鞋在我这基本已经可以锁定年度前时 大家真的不用怀疑哈 这个结论我是非常确定的 除非是下半年各品牌能爆出好几双特别炸裂的 这双历刃4一拿到手就能感觉的出来 在实物质感这块比前两代又有提升 看来是前两代 尤其是历刃3V2口碑销量确实好 所以在历刃4上明显感觉重视程度高了不少 之前的V2版本虽然也加了很多特别用心的配色 但在整个鞋面和用料上这么大做文章 真的还是第一次 我这双是历刃4限量首发的两个配色之一 也就是历刃之路长安罗马配色 对我来说这个配色真就是壁入 首先是颜色非常对我胃口 主体大地色系搭配绿子鸳鸯 更重要的是它的配色灵感来自长安和罗马 从这个附带的闪卡也能看得出来 那既然戴上了罗马 对咱们频道来说就是情怀拉马的 毕竟我也在罗马生活了两年半 罗马也可以说是我这个频道诞生的地方 然后鞋面上也加了很多细节 而且工艺质感真的也都相当棒 比如左脚这只 在侧面TPU用浮雕的感觉印上了罗马多数长 外侧logo上印的是罗马柱图案 右脚这只是长安主题 鞋面做成了立体的兵马俑铠甲纹路 后跟这儿可以看到西安钟楼城墙的底纹 其他的细节其实还有很多 但我的视频向来都是实战为主 所以咱就不再赘述 剩下的留给大家自己慢慢发现吧 顺便再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 你们觉得这个配色的利刃4颜值如何 0到10分可以先在屏幕里给它打个分 在实战方面我们首先还是来看脚性适配 这双利刃4的斜旋感受跟利刃3VR基本相同 脚感的区别主要是来自鞋面材质和结构的变化 而且利刃4第一次上脚的感受要更好 突出一个顺子 选对尺码上来就是斜脚一体 脚周围几乎完全没有多余空间 特别贴合 静态脚感特别整 这首先是因为它把几乎所有的加务结构 都放在了鞋面最外层 在里头没有缝线接缝之类的 两侧的solid system这次也变成了很薄很宽的TPU条带 存在感很低 然后它还有网眼内穴 所以上脚特别平顺 不过有任何的异物感 另外就是鞋面主体采用了TPU和TPE混合编织的纱线 纹理是类似DNA的感觉 这种材料也能感觉到是很愿意去贴合绞型的 来到组底侧 这次它取消了中底部下面的片TPU 但是外置支撑片做了大幅度升级 足弓上翻幅度变得相当大 希望能增加硬质上翻幅度 也是我在上两代测评里都有提过的 这次终于给整到位了 而且据我所知它还是P-backs材质的 结构也不只有外路部分这么大 同时这块P-backs也是我认为这双鞋最核心 最重要的部件之一 一会儿要重点讲 然后除了上翻幅度 中底和支撑板在内侧足弓的内收幅度也很大 同时内侧鞋面在拉紧之后也有明显的承托感 因为鞋面加固层和TPU条带强度都很高 还有注意看这一对孔 它拉动的这片鞋面正好是斜着兜住周固部分的 所以我之前在LIREN3 VR测评里讲过的 内侧支撑结构偏钱的问题也被解决掉了 然后再配合鞋垫的足弓上翻和底楦中段的隆起 整个中足下面可以给到很饱满的弹性支撑效果 当然说到足底侧必然少不了外足弓的适配 在这一块上一代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这次确实又有进步 这块TPU外包按起来是非常软弹的 而中间这条贯穿TPU材质更硬 所以就把中间这一片强度做到最高 在上下留足了行变空间 外足弓可以很自然的向下向外 从而形成非常平衡的中足感受 不会有多余的内外翻 同时中足部分比较宽的也可以适配 不会有各脚顶脚的问题 至于尺码选择 我平时Nike基本都穿44.5 李宁基本都是穿44 这双鞋跟上一代一样也是穿44码刚刚好 前掌宽度跟上一代基本相同 微宽到偏瘦的脚型都可以穿 但要注意脚趾尖这一圈加固压得比较低 所以脚趾比较肥厚的 尤其是大脚趾比较突突的 建议适当选大半码或者试穿 然后来到动态表现 之所以说猎人4基本已经可以锁定我的年度Top10 主要也是它在结构细节上的进步真的很大 我之前提过的所有细节上的问题 全都做了优化 首先还是来看跑动 最大的提升在于后跟结构 这回它做成了球形 同时TPU外壳 中底的全掌泵 还有外底橡胶 这三者的硬度搭配简直完美 跑动中踩不出任何的割裂板 然后外侧包边的硬度 从上一代的上下硬中间软 变成了上下软中间硬 后跟外侧最下面也放开了形变空间 而在内侧TPU直接到底 再配合更大幅度的外底上翻 这样就形成了外软内硬的立线适配结构 所以后跟在不同角度的触地感受都非常棒 非常自然 在前后掌 这双鞋也都做了明显的弧形上翘 同时中段平整贴地 加上外侧包边可以提供弹性形变的特性 就让它在前后过渡中的感受特别的丝滑 在前后落差上 后跟非常圆润且内收明显 实际跑动中其实没有什么落差感 体感就是个很平顺的低落差的感觉 同时由于采用了全掌泵加超零件中底部 加超零件鞋垫的配置 跑动中给到的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小幅度 快回弹特别Q的感受 这点我真的特别喜欢 当然别忘了这块P-Bax支撑板 它实际上面积非常大 一路延伸到脚尖 在前面有一个分叉 在实战中也能感觉到这块板子确实是用了好料的 它比一般的TPU片更弹 比碳板更有韧性 更好驾驭 对于大部分普通爱好者更友好 对进阶选手来说 性能也不见得比碳板差 同时它的前掌自然弯折点 非常自然 启动非常顺畅 而且反应超级快 完全不会给我累足底的感觉 打完两个小时 足底筋膜一点不酸 整个中段还有前掌的稳定性也非常好 完全不会散 但前掌中底重心还是属于中等水平 不算特别低 场地感也算不上特别清晰 不过在动态中完全就是另一码事了 因为当刚性韧性得到保证之后 外底结构就可以做得更激进 增加做动作的效率 而这双鞋确实也这么做了 它在前掌内外两侧边缘都明显要比上一代更圆润 滚动感更强 尤其是脚尖外侧往里收的很多 配合上从外足弓到斜头 TPU包边靠近外底侧都给到了形变空间 所以就让它特别适合压低重心的突破 整个内侧脚外侧这条线 同样可以给到丝滑的过度感和很低的重心 过度也不会有重心起伏的波浪感 这点在国产里真的是很难得 同时在各种跑动状态下 足弓状态和下肢立线都特别稳定 不会有多于内外翻 实战后足弓没有酸痛感 同时外底的路也很细节 主体都是人字纹但分成了四个区域 人字纹的指向分别对应不同方向和发力动作 比如前掌内侧对应突破时外侧脚和直线启动偏外旋外翻的步态 外侧对应内侧脚压低重心时的状态 后跟外侧对应触地和制动 内侧对应往前上步时的触地方向 另一个细节在鞋面上 虽然是个高帮鞋 但却并不会导致脚踝动作受限 鞋帮和鞋面弯折时 交界处也不会出现骨包的问题 因为开口前面这对孔位置很靠后 而且距离很近 上面这对也很靠后 所以脚踝前面就能绑得足够紧 再加上它的鞋帮做成了一个后包前的结构 所以前后弯折时就能保证足弓脚面的部分一直贴得很紧 所以就避免了很多国产高帮鞋 足弓因为弯折骨包导致支撑下降的问题 来到横移表现 首先还是来看外底 材质是TUF2B配方 纹路刚才已经说过 它采用了全场不同方向人字纹 纹路很粗很深 其中内侧部分也可以很好的对应横向的各种动作 我也在几个不同档次的室内木地板上试过 都可以给到非常干脆的抓地力 从来没有翻车过 人字纹抗灰尘的能力也是很强的 然后在球鞋内侧 从足弓到脚尖 内收幅度都比上代明显增大 除了第一指指关节下面 整个前后部分都特别圆润 同时配合外底纹路上翻 在后面还做了中底材料的外路 内侧所有结构也都尽可能的贴近内侧脚面 所以在侧向登地时就能给到特别好的触地角度 非常适合做大幅度变相 然后这一块也往里挖了很多 所以后侧布也特别爽 能感觉到在横移登地时 脚下实际踩到的部分是非常薄的 重心超低 当然这样的体感 同样也是必须配合前叉P-BX支撑板的刚性 才能达到的效果 而且P-BX材料韧性好的优势 在横移中也能体现出来 真的完全不板脚 能够提供一定的扭转形变 然后快速回弹 同时在中组部分 由于立体结构的存在 也能提供非常好的抗扭转 而中底的刚性 自然也需要在鞋面侧做到匹配 这双鞋虽然两侧鞋面很薄 但仔细看 它内层的加固骨架还是有点东西的 它们主要是三角形结构 同时鞋舌开口两侧的加固也做到位了 外侧李宁logo也有一定前后刚性补强的效果 所以在前后方向上 两侧看起来轻薄的鞋面 还真就能提供很好的抗形变能力 侧灯发力时 两侧鞋面不会有明显的串动 这对于保证动态锁定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外侧的TPU包边上翻 在横向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兜底 和限制前掌翻转滑动的作用 当然它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在足底侧 由于是超临界鞋垫 所以并没有什么慢回弹效果 压力直接给到表面衬布 好在防滑效果不错 不会打滑 另外动态鞋带孔前面普通孔的数量 增加到了三对 这样对于直指关节部分就能锁得更紧 防止前掌翻转滑动 打球过程中也不容易变松 这个调整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 反正好用有效就完事了 至于鞋舌呢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它在脚背处每一个鞋带交叉的地方 都有一个对应的加后凸起 所以尽管它鞋舌主体很薄 我还是可以把鞋带系得非常紧 但又不用担心勒脚的问题 所以总体来看 横移表现非常给力 也不会因为是高帮影响灵活性 非常适合需要灵活变相的球员穿 来到弹跳表现 看了我刚才对于结构的评价 大家应该能想到 它的弹跳表现必然是非常棒的 在极限弹跳中 真的就是又顺又弹又稳 从后跟制动到中端过渡离传岛 再到前掌起跳爆发 我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尤其是后跟这个结构真的太稳了 从镜头里也看得出来 整个制动过程 鞋跟脚几乎没什么便宜 内侧的TPU和橡胶上翻 可以牢牢的顶在地上限制外翻 而在中底上 全掌泵 超临界中底部和超临界鞋垫 就是比绝大部分发泡材料要弹 P-backs出推效果 就是比大部分板子要好 那你说这双鞋还有啥不好跳的理由呢 然后在投篮之类的前掌起跳上 它的前掌同样非常稳 反应非常快 除了覆盖整个前掌的前叉P-backs版 内外侧支撑力度的平衡也是很重要的 内侧之骨有橡胶上翻顶住 外侧有脚尖弧形内收 还有可以形变的包边 并不会把外侧限制的太死 所以发力时不太就能回归自然 前掌没有外翻问题 就是要注意跟件开口这里比较高 材料出现会比较硬 点脚时候可能会有膜或者顶的感觉 但我第一次穿 倒也完全没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早就预判过了 穿之前就把这里往外按了按弄软了一点 所以以防万一 建议实战之前也像我这样搞一下 至于落地缓冲 这双鞋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极限和回弹 并不会被轻易踩穿 而且防侧帆和稳定性 也没有因为结构变基金而下降 虽然说场地感和重心没有低到特别贴地 但它的底盘足够扎实足够整 再加上非常好的斜角一体性和动态锁定 所以同样可以让我很轻松的控制 而且外侧也不是无脑内收 第五只骨外面的加宽和侧墙 其实依然很到位 静态模拟那番阻力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实战中安全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来称个体重 44码右脚单只437克 左脚434克 数字上并不算特别轻 毕竟是高帮版 但实际体感非常非常轻 尤其是动起来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 你在场上越活跃 就会感觉球鞋越轻越灵活 然后虽然是高帮 但透气性也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鞋面上的架物中间留了很多透气开窗 比如鞋头跟两侧 这些网纱都是非常透气的 鞋舌和内靴也都是轻薄的透气网眼 而在耐久度上 TUFRB外底跟粗大的人子纹 明显也是想照顾到外场群体 不过为了匹配中底和包边硬度 橡胶也并没有调得很硬 特别粗糙的外场可能不太行 但平整的油漆地及以上肯定还是可以的 整个鞋面周围 对于各种刮蹭的保护也都很到位 最后性价比 利刃4据我所知原价应该还是899 而且这次的细节和外观用料的升级幅度真的不小 原价没涨真的挺够意思了 而且性能还这么能大 单从原价看就已经物有所知了 折扣节奏应该可以参考上一代的高帮 未来有好价肯定更香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这双利刃4 明显属于小细节大改变了 动态表现其实也没啥可总结的 说多了都是重复 反正就是非常强 基本无死角 上一代我提过的小问题一个不拉 圈都做了优化 要说缺点呢 说实话我真的只能硬找 比如中底不像有些保底鞋那样特别贴地 跟进这磨合前有一定磨和顶的风险 但我个人也没有实际遇到 最后脚趾边缘的热压可能会有压脚趾甲的问题 这个主要也是看脚型 总之这双鞋有极大概率会今年度前十 至于适用人群 我觉得它可以胜任所有位置和打法非常全能 属于高级水桶团队鞋 每根板子都很长没啥短板 选不选更多是看脚型外观个人喜好和预算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历刃4实战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对你所帮助 就别忘了点个关注 顺便长按键赞支持一波 有任何的看法也欢迎留言讨论 回头实战过的也记得回来分享一下你的实战感受 最后还是感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 这次则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